朋友们好,今天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菜园装置。 它既是菜园垃圾桶又是自动施肥桶,就是这个。 菜园产生的垃圾和厨余随时都进去,降解后产生的液体肥从小孔流出泥土里滋养周围的植物,非常方便食用,现在在另外一个菜箱也放上一个。 今天放的是一个原来用来种植的桶,底部已经打了小孔。 把它放坑里,然后周边再填上土埋延食。 我们菜园日常会产生很多菜叶垃圾,把它们全都进去,也可以加上厨余。 如果想它更快地分解为周围的植物提供养分,可以加一点M菌帮助发酵,当然不加也可以,只是分解的时间长一点。 要盖好盖子,防止温充。 当下面的材料分解下沉,又可以不断地往上面加材料。 这好像一个永远加不满的垃圾桶,又是一个源源不断的自动施肥神器。 强烈推荐。